今天上午賴清德公布了首播內閣人士 其中正副行政院長部分確定將由 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豪 前文化部長鄭力軍雷出任 而另外是有天下第一部支撐的內政部 傳出賴清德也已經拍板 將會由前河雄市長 陳菊愛將前立委劉士芳出任內政部長 國民黨要選舉 沒錢就不會選 過去擔任立委的劉士芳 問政票漢 風格鮮明 卻在去年的四月 以身體健康為因素 放棄民進黨立委提名 之後進到賴清德服選團隊 幫忙打選戰 如今劉士芳也被內定 要接任內政部長 他對整個國家的政策也好 是個全才 他之前在私運的時候 KOC也是幫忙高雄走上國際 聽到消息 昔日的子弟兵都相當認同 議員黃彥玉就回憶 劉士芳做事相當嚴謹 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 過去他們在擔任市府局處秘書的時候 很怕跟劉士芳當面報告 劉士芳在2006年曾經擔任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後來南下擔任高雄市副市長 還是2009年高雄市承辦市運的執行長 他一手策劃為高雄打開國際知名度 接著還臨為壽命 到左南區選立委 成功打敗黃昭順 幫民進黨贏下關鍵一席 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歷練相當完整 他其實是個很適合當一個幕僚長的角色 賴清德總統願意把天下第一步交代給劉士芳身上 那代表著他對他有一定的信任跟期待 劉士芳從政以來跟陳菊 情同姐妹也被視為局系的重要人物 原本有意接棒陳菊參選市長 但後來轉換跑道 進到賴團隊幫忙輔選 如今被內定出任內政部長 過去劉士芳跟卓榮泰 都同時擔任過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如今兩個人又將在行政院再度共事 記者李保仁 劉啟文 高雄報導